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些學校我們讀不了 但是可以了解一下嗎 知道一下對不對 可以吧 介紹我的母校 小道體驗大學 它是一個認識很多朋友的 非常好的地方 它其實有很多 非常就是摸魚的那種客 摸魚的客 但是是不是也蠻特別的 當時怎麼會想到英國 因為我就很不喜歡美國 我們學校的地點 應該是全英國最好的 每天上課都會經過 什麼倫敦演 然後大笨鐘 就在旁邊那個影響 隨時都在觀光 超級無奇示範性 打卡景點 厲害 尤其不客人也有關係 很努力的考上一間好的大學 然後賺了人生第一桶金 我就一定要來做音樂 後來真的有做到音樂嗎 我們現在看到了 也沒看到 哪有 要不然我們都唱一下嗎 唱起來嗎 對 聽聽看 GO 歡迎收看 創意大龍 歡迎收看 好 學校園大挑戰 有些學校我們讀不了 但是可以了解一下吧 知道一下怎麼可以吧 我們台灣的學校 其實台灣教育辦得不錯 但是後來 竟然開了164個大學 幾年前我在金鐘獎上面 致詞的那一段 現在拿起來看 就是那一句 有出席 就是有出席 沒出席 就是沒出席 好不好 這次再參加 不再得獎 好不好 這個有時候成功何必在我 生命當中 你們有想過到國外讀書嗎 還真的是沒有 真的耶 而且小時候我是不敢想 因為覺得家裡應該沒有辦法 這樣會造成很多負擔 對 想都不敢想 想都不敢想 你有那個環境 你看是不是生女兒比較好 還要為家裡去著想 現在變成家裡經濟的支出 對不對 長姐如母 不用跟看人家吃青這樣 你有想過嗎 我是妖兒 妖兒 妖兒 對 是老妖 最小老妖 對啊 其實也沒想過說要到外 我是次男 次男 老哥哥 對 你是老二 我是次男 對 他是家中講話有分量 所以你是大老二 好… 今天有四位 我們就讓他們來畢業致詞好不好 都是名校 對啊 這個學校我們來了解一下 他們學校好不好 第一位 歡迎華晨妍 歡迎 來 這個真妹 來…坐位 可愛 就是找到甜 對 太夢幻了吧 這個很有名的學校 對 他們這個同學 基本上都不會遲到 因為他們找到 找到甜 對 找到 也算是不準時 都找到 陳妍 開始 哈囉 我是華晨妍 然後我想介紹我的母校 找到甜大學 好厲害 這個要讀四年 一樣是University 對 是四年畢業 How about you Japanese 我爸爸是日本人 所以我本來就會講 他本來就是 是 講一些日語 我們來聽聽看 對 大家好 我是華晨妍 請請請 請請 對啊 這很標準 真的很難的 好 可以啦 來介紹妳這個 這個版班上面 就是早甜大學 他比較有名的 應該是他的政治跟 就是還有什麼 商務部 妳離開學校多久了 離開學校快十年了吧 我覺得她很可愛 她想的時候還這樣 還熟一下 很可愛 很日系 十年了 對 她這樣子抓 十年了 對啊 那就 反正就是我剛剛有上網查 她說 剛剛上網查 妳不是在那裡 妳被畢業在那裡 是妳的學校嗎 太久了… 她有就是UNIQLO的創始人 也是早大校友 也是校友 真的 還有Samsung的創始人 對啊 很有名 很有名 很厲害的商界的人 還有政界的人 政界 商界為主 妳上面寫了 International的學校 對 應該是很多學校 這個就很多外國學生對不對 各地 對 但是早稻田大學 算是在日本 就是最 國際上最有名的算是 是… 有很多 還有東京帝國大學 東京大學當然是 對啊 妳考不上吧 對 我沒有考上 怎麼知道 所以才來念早大 好 排名之前講一下 對…想了解一下 匯集記憶好不好 東京帝大一定是第一名的 東大 對 對 東大 我當時也是有考東大 然後慶應其實也是 跟早稻田差不多 慶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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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早稻田 然後東大我沒有考上 然後慶應跟那個 早稻田我就選了早稻田 早稻田 這個是在東京嗎 這個也是在東京 對 在新宿 新宿庫 新宿庫 OK 然後其實我進早大 是因為它的附近的美食 非常的好吃 對 就跟紅甲大學夜市一樣 紅甲夜市嗎 東海大學 東海大學都有 好吃 對 然後包括他們的就是 校區有一個超級大的熊 叫做 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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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我們的吉祥物 我當時看到那個吉祥物 我就覺得很可愛 然後就決定要讀這所學校 這樣 因為吉祥物的關係 這麼小女生啊 對啊 OK 然後學校旁邊都是 油麵聚集地 對 說到找到甜 油麵 油麵跟塑巴不一樣 蕎麥麵 它不是蕎麥麵 它的名字雖然叫做 油麵沒錯 對 叫做油麵塑巴 油麵塑巴 對 但是它不是用蕎麥麵做的 它是用類似那種擀麵 麵粉 是非常有筋道的那種 高筋麵粉 Q的 對 反正 所以它做這個是乾的是吧 乾 對 然後它是乾拌麵 人家說台灣的大學 考進去很難 但是要畢業很容易 美國的大學是 考進去很容易 但是要畢業很難 沒錯 可是 日本也是這樣嗎 如果以這個比例來講 其實是的 我自己覺得 是怎麼樣 考進去很難 考進去非常難 就是分數 畢業很容易 對 然後就是 確實裡面的課程 如果你想要混水摸魚的話 是非常簡單的 要這麼說 但是要先考進去這樣 再摸 是這個意思嗎 考進去再摸 妳反而在早稻田大學 妳學的是什麼科系 我學的是 對 這個要學 它其實偏是培養一個創業者 或者是一個外交官 就在處理一些 有關教養的問題嗎 Diplament 它就是要培養你整體的一個 就是你的遠見 就是提高你的見識 讓你去看清 你到底想要做什麼 類似於這種 就是在找就對了 等到 找到自己的方向就對了 結果他是在學校裡面 這書可能也讀得不錯 我們不知道 搞不好人家含蓄對不對 結果他那通通在玩音樂 唱比賽卡拉奧 變成音樂人 對啊 還發片 對 因為就是 有被我的一個學長啟發到 我其實有一個 他怎麼啟發妳 怎麼啟發妳 講到重點了 來了 怎麼啟發 我們啟發那個教育 就是非常普通的學長 但是他 我在19歲考進去的時候 他就已經26歲了 但他跟我們讀童年 然後他過著過著 又去做了Tinder的總經理 日本Tinder的總經理 對 他就是會常常去辦很多大型的活動 什麼Halloween 還有新生招辦 都會是他來主持的 然後他就找到了自己的Passion 然後就去往這方面創業 對 然後其實有很多我的學長 學姐都是這樣 然後我就會想說 我到底想要做什麼 對 然後我就去 我想要做音樂 然後我當時就會去參加一些 音樂的社團 比賽 什麼的 對 然後有參加 找到甜的卡拉奧K大賽 對 然後 哪一個是妳 那個胖胖的 4號是妳 4號是妳 確定 對啊 對 女他18遍 4號是妳 對 小時候比較Babyface 然後他拿到第一名 對 然後就有開啟之後 我做音樂 還有在日本的道路這樣子 對 因為剛好 就是我的製作人 音樂製作人 後期在日本遇到的 叫做小試哲哉老師 超有名的 對 他也是找到甜的畢業的 對 然後他聽到我也是找到甜的 然後他就會想說 給我一個機會這樣 所以妳發片是在日本啊 我第一個發片是在日本發的 妳還記得那個歌怎麼唱嗎 日本的嗎 主打歌的 叫什麼歌 叫做就是Death Whale的一首歌 叫做Lovely Days Lovely Days 愛的日記啊 是美好的日子 Lovely Days 可愛的一天 對 Lovely Days 是唱日文嗎 可以嗎 對啊 這首歌也是 和小試哲在一起寫的 真的嗎 真的假的 很厲害耶 來… 好拉風喔 妳先讓我們起個Key 我們阿咪老師可以跟妳 It's gonna be a lovely day 等一下… 描く未來 What could we should be We'll be all right So good time So good vibes It's gonna be a lovely day Hey 揺れる期待 What could we should be Be our gonna sing our love We'll be all right We'll be all right We'll be all right 這樣 差不多 好 好 好棒喔 好棒喔 可愛女生的感覺 這歌詞是自己寫啊 歌詞 對 當時這一段差不多是 就我跟小試老師一起寫的 他是那種屬於嚴厲型的老師 還是朋友型的 他是非常溫柔 然後非常內向的人 對 就是她說一句話要聽10秒鐘 說一句話要聽10秒鐘 那樣 節奏比較好 對 我們當時就是有個女團 是小試者在老師 就是製作的 女弟子 produce 對 然後我們大家聽她說話都是 她講話在沒有 她講話在沒有 不知道 對 等半天 然後這樣 對 節奏很慢 對…她可能就是天才 就是自己腦子裡有一股 那個音樂的力量 對 然後普通人很難進去 在我方向 如果我們想要 有人想要去那邊讀早稻田 對 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建議 要給我們想去讀的同學嗎 對啊 如果我是看電視 我是高中師的方向想念 還是妳今天是要來勸我們 不要去讀這個學校 我覺得看妳想要什麼 其實我覺得 如果要去早稻田的話是一個 就是認識很多朋友的 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很國際化 在日本 如果妳想要去日本 但是如果妳想要好好學習的話 就是還是選偏專業一點的 就是專業科的那種 可能會比較好 就是如果妳有確定妳要學什麼 沒有的話我非常推薦來早稻田 因為它其實有很多非常 就是摸魚的那種課 摸魚的課 對 但是是不是也滿特別的 這是什麼推薦 好特別 想摸魚的可以去讀 然後躺著也能拿到學分這樣子 我可以教妳怎麼 有什麼摸魚的課 怎麼躺著拿學分在早稻田裡 我懂了… 對啊 教授說妳的成績很爛 妳趕快躺著 喂 喂 不是啦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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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不是嗎 亂講話 亂講話 不是… SKB 就是類似像 其實早稻田大學裡面 你可以去其他科系報考 就是你想要就是讀的其他東西 然後我當時就有考 不是 我當時就有讀瑜伽課 選讀 對 是一個學分 對 妳只要早上去 然後坐在那裡 妳就可以拿到妳的學分 就是這樣 對 然後還有kickboxing 然後還有 比如說我之前學過一個 妳吃壽司就可以學日文課 這樣子 這也是一道課 她也是個學分 妳可以去 然後我就跟著老師一起吃壽司 然後在那邊讀 沙文 這樣 沙文 妳是日本人還要學沙文 我就假裝我不太會日文 然後就 那這樣大家會很想要去念 早稻田大學 真的 就是如果妳想要有很多人生體驗 當然這是我們那個學部 就是國際教養學部 它會比較 傾向於更多在課外活動 或者是妳的人格的養成中 Easy Education 對 簡單輕鬆的好不好 這是我們的早稻田 來 謝謝 謝謝 各位來到莫高 哪一個學校 我是UC Berkeley的 UC Berkeley 來 我們來看看UC Berkeley 厲害 UC Berkeley 妳看這學校名字念起來很爽 對 就有一種時髦拉松 有一種高級感 對 高級 那個路西派念那個叫 叫做 Berkeley 那個是在波士頓的那個音樂學院 但它中文翻譯好像是一樣的 中文是一樣 對 也是伯克萊 也是伯克萊 台灣也有伯克萊 那個是書店 沒有書店 它是賣蠟腸的 蛤 有喔 真的有 有賣蠟腸 當時怎麼樣 你怎麼會想申請到這個學校去 因為其實一直以來我就是 很想要來做音樂 做音樂 所以我就想說從小 你應該去念找到田南 對啊 沒有 他已經找到了 所以不用去找到田南 我不用去 找到田南去找方向的 對 我就是想說 我就想很努力的 考上一間好的大學 然後去一間比較好的公司上班 做音樂 你自己想更後面的 後來真的有做到音樂嗎 其實在工作的時候 就是還有在大學的時候 其實真的那個壓力真的很大 我們圖書館是開24小時 就商店什麼都 可能8 9點就都關了 就加州其實 沒有那麼開到那麼晚 可是圖書館這24小時 就搭那個狼性很強 因為我們可能想像美國 這個學風跟找到田這差很多 對 對啊 大家真的有在裡面讀書嗎 真的大家都在讀書 我記得有一次我半夜3點吧 然後去圖書館沒有位置坐 真的誇張 真的 你仔細看是遊民還是學生 對啊 取暖 遊民也很多 講到這個遊民也很多 真的 這個故事也很多 怕死人 怎麼樣 後來你有發了EP是嗎 是什麼 現在做的 我 兩年前來大熱門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是宣傳我的第一張 個人創作專輯 林與一之間 這一次是帶來我的全新創作EP 我的好你沒有滑到 希望正式被大家好 我的好你沒有滑到 對 你說那個配對的那個對不對 因為剛才他不是有說到那個Tinder嗎 其實我就是用這個概念去發想 就是說 因為這個網路時代 大家交友其實很不容易 都在滑 對 可是 就是可能會 你會覺得說 怎麼大家都沒有滑到我 不OK就滑掉了 對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說 就是一定要在這個網路時代 保持自信 尤其我們歌手 可能我們為了流量 為了什麼 怎麼大家都沒有滑到我的作品 對 那我就會覺得說 不要覺得自己不夠好 只是我的好剛好沒有被滑到 這個基數太大 永遠滑不到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如果你有1萬個粉絲 1萬個粉絲的人 是 你在這個社群軟體上 你已經代表了5%的前面了 你贏過90% 1萬個就贏了95% 對 你這個意思沒有滑到就是說 你無法在雲雲眾生裡面 看到我的好 對 但是 你好在哪裡 你再唱一下嘛 唱起來 我的有些長處可能大家看不到 要不然你唱 你不要再唱了 這個歌叫什麼 煩人精 來個G key 我哭著說 油脂的人身在有趣 我看著 他最新車站的背影 請坐只剩下我 和我一個人的 默契 謝謝 凡人精 屬於這個情歌級的 可愛的情歌 我比較想要關注一下 他們學校竟然有什麼 有大麻日 路西派應該去讀這個學票 真的 Merry Corner 加州 真的啊 路西派應該去讀這個學票 真的 要先做功課 大麻日 在美國你呼大麻 然後被沒有人會抓 因為我們博客來的校風 屬於那種非常非常開放的校風 所以基本上 因為我們宿舍是男女混住 然後連淋浴間 然後上廁所的地方 都是男女生共用 真的喔 對 真的真的是男女生 性別友善 性別友善 所有的廁所幾乎都是性別友善 但偶爾還是有幾個 是真的for女生的廁所 有一次我就真的不小心走進去過 然後就被推出來了這樣 然後還會就是 那個可能教授跟學生 就一起在4月20 國際大麻日 真的會一起抽大麻 一起 這麼酷 大家就在草地上這樣 很糗這樣 我就專門在可能就是賣餅乾 因為大家那時候就會特別餓 我打黑光 這不能講 這不能講 來保護保護姐 太酷了 校園很漂亮 對啊 好像遊樂園的感覺 好扯喔 因為這其實是那個怪獸電力公司 那個續集怪獸大學 它有一些藍圖就是藍圖 藍圖好像 怪獸大學 那感覺 24小時的圖書館 天啊 24小時的圖書館 但我覺得這種超級厲害的學校 他們學生都很靈活 就是你要瘋也是瘋到底 可是要讀書我就是跟你拚了 還諾貝爾得主的一個搖籃 對 其實我們蠻多諾貝爾獎的教授跟校友 其中有一個是我記得 那時候在天文物理學的教授 他是觀察到宇宙的黑暗物質 跟Supernova 超行星 然後宇宙大爆炸等等 很多相關的 諾貝爾獎的實驗 但因為他是跟 我們是跟史丹佛的教授一起合作的 那就是史丹佛就把這個獎拿走 因為他們比較有錢 我們比較窮 我在大學四年我們都輸給史丹佛 所以算是士仇 士仇絕對是大士仇 對 得諾貝爾得獎的話 可以有專屬停車位 就你永久回去校到你的位子 對 所以他就是說就是 上面有寫名字 有 然後 旁邊立一個牌子之類的 然後那個車位就永遠都是你的 好威風 可是那個天文物理學教授 是在講課的時候 他就開了一個玩笑 他說你沒有看到那個外面的車位嗎 他本來就很霸氣的 他說 可是其實那個應該是屬於史丹佛教授的車位 因為他沒有得獎 但他就是跟我們講了一個人生信條 他就說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就是你裝逼裝到成功為止 因為我把這個信條 就是一路帶到演藝圈 我甚至還發了一首 5月1號才剛發勞動節的歌 就鼓勵我們所有勞動者 就是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裝逼裝到成功為止 繼續裝逼 堅決你在做的 不在乎別人的看法 複雜的事情簡單做 簡單的事情重複做 你就是一個Perfessional 有沒有道理 慢慢做起來 對 慢慢做起來 這一句你還是記不起來 跌倒慢慢做起來 推翻再重來 不害怕跌倒就怕再便利等待 有了 有了 終於會唱 各位 奧本海默 這裡有沒有學校教書 其實 對 他就是我們學校的教授 所以當時看那部電影 就是我真的看到哭了 隔壁的同學都在問我說 就是你是因為原子彈這個 還是原子彈支付奧本海默 故事很悲傷 你替他感到難過 我說不是 我難過的點是 這是1940年代的故事 就二戰的時候 然後我看到我們學校 到了我10年前去念 都沒有改變 因為我們太窮 沒有辦法重新裝潢 所以我才在哭了 對 窮哭了 他們那個粒子加速器 有沒有 它也出現在那個3BODY 3T裡面 粒子加速器 對 粒子加速器 就是我們學校的一個首創 真的 我們算是美國 應該是第一個 就是大型的實驗室 有這個 學術跟科學的一個合作研究 愛因斯坦跟奧本海默 誰 他們之間的角度 你能不能論述一下 我覺得他們都是 那個時代的所謂 就是在科學領域 可能最成功的一批人 那其實這一批人 他們其實也留下很多弟子 什麼的 就一路傳承 甚至到我去念書的時候 我念博客的時候 有一些學生就是一脈相傳 從奧本海默那個時代到現在 一個傳到下一個 奧本海默跟愛因斯坦 最大的區隔 電影裡面有一段 愛因斯坦在湖邊 奧本海默兩個人去那裡 唧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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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唧 講了幾句話 然後愛因斯坦就離開了 走了 然後他就發明了原子彈 那個意思就是說 愛因斯坦能做的 奧本海默能做的 愛因斯坦也能做 但是他不要做原子彈 結果是他做出來原子彈 一顆原子彈下去 廣島長期 二十幾萬 二十幾萬 是很激烈的 所以人類必須礙於和平 和平 大概是這個意思 和平的角度 但是愛因斯坦他能做原子彈 但是他不要做原子彈 是有這個故事角度 你這個書白讀了 好 好 你的角度 李分克力你更要了解這個環節 然後他因為他後來是被美國 CIA什麼抓去討論 對他一直有受到政府的監控 監控 因為他是從德國過來 因為他知道太多東西了 對 所以 其實我們學校到現在也還是 就是我有一些同學就是念核子學的 就是核能發電等等 那我們問他 就是你們上課在學什麼 他們說 我們就打牌 這麼神秘 你們可以去看核子加速器嗎 我有一次就是從遙遙 就是很遙望 從那個山巔然後去看下去 其實看得到那個 半山腰會看得到那個核子加速器 OK 現在美國的那個學校現在怎麼樣 學運很嚴重 我們學校的學生非常瘋狂 真的非常瘋狂的學生 你喜歡玩政治 學運 就是可能我還記得 這個印象就很深 就是說 我們在大學時期就是發生 因為是從歐巴馬交接川普 那我們學校就是典型的左派學校 就非常提倡就是個人的自由 然後言論自由 種族和平 LGBTQ community等等 那可能當時就是從歐巴馬 換到川普的時候 很多教授直接說 他們不上課 學生也說不上課 激烈 然後到後來好像就演變成一個 大型的學生示威跟抗議 學運 然後還有放火啊什麼 就很嚴重 這麼瘋狂 我剛好經歷到 其實我也不是要去抗議 我真的只是走路要去圖書館念書 就這麼簡單 就加入了那個團隊 那只是因為看到就是黑哈一群人 我想說不會 大家今天又要到圖書館排隊吧 結果突然就是空氣中就是那個 煙霧瀰漫 然後就有 然後我就想說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我正報警察 我只是去看 就是念個書就被 正報警察 對 然後我們就一群 所以警察都要進入到你們學校了 大概好像四五百個警察 很多 然後 太多了吧 就是因為 以前我都覺得 就是台灣的警察人很好 然後就是會幫助大家 美國警察 超兇 然後當時我們就一群學生 就躲進那個圖書館 所以那個圖書館 就變成防空洞這樣 這是真的 對 來 鼓勵一下 想要去讀伯克利的 好不好 給大家一個建議好不好 好 我覺得 因為我真的深愛我自己的這所學校 我深愛深愛他 那我深愛他的原因就是 比起隔壁棚的那個 Stanford來講 我覺得我承認我們是公立學校 所以我們真的很窮 那我也敢說 就是在四位學校中 我們絕對是 然後我們也是非常 對 很難畢業 然後因為我們是公立學校 所以要大量淘汰很多學生 如果你希望你的小孩就是 就是從小就是 接受社會摸爬滾打跟訓練 那一定要送來我們學校 因為教授不會牽著你手 沒有人會牽著你手 你還要隨時帶 你要自立自強 對 你要靠自己 所以我覺得他從小 他培養了我這個狼性 然後進到這個圈子 我覺得我 就是帶著這股平靜跟熱血性 對 對 你看兩個學校 風格真的不一樣 南遠北側 那風格完全不一樣 好 再來是我們Jeff Jeff什麼學校 我是 我們是同一個系統的 對 我是 對 跟他同一個系統 長春騰的 聖地亞哥 對… 這個是在哪一個區塊 它就在墨西哥的北邊 海邊那邊嗎 對… 墨西哥北邊 厲害 來 我們想讀一下嗎 各位 來 我們一起來看看 Jeff Yo U.C. Santiago 你去那裡唸什麼科系 我去那裡唸 機械工程 的碩士 Engineering 對… Engineering的碩士 加州屬於屬於治安好的城市 對 我們那邊是 一個叫La Hoya的城市 然後它那邊是 很多退休的白人會住在那邊 所以是治安非常好 因為它天氣很好嗎 天氣很好 就是像度假村的概念 所以我們那邊就是跟 繁星他們那邊是 自然天然之別 對 他們那邊超Nice 我們這邊超鑿 不會有什麼種族歧視嗎 種族歧視的話也是會有 就有時候流浪漢 他可能會跟你說 可不可以買個麥當勞給我 或是他會跟你要錢 之類 但是因為有的是 你只要給他 他就殘傷你了 對 所以我們通常都是不理他們 然後有一次我就 因為我們那邊自然很好 我就晚上跟朋友去 麥當勞買宵夜 是 結果一個流浪漢就殘傷我們 說可不可以買東西給他 他太餓了 對啊 真的受不了 然後我們就不理他 不理他他就追在我們後面罵 美國那邊歧視華人都會講 輕槍輕槍這樣 因為他們覺得輕槍就是 我們華人 就是我們亞洲人講話 都輕輕槍這樣 他就講中文輕輕槍 所以他們就追在 學我們的口音這樣子 對 他就追在我們後面說 輕輕槍 對 輕輕槍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跟我朋友 就想說 哇 其實很新奇 就是 你想把滿特別的 對 想體驗一下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也滿新奇的 但因為那邊其實自然很好 所以就沒有被攻擊 美國的種族歧視 它是可以做 但是不能說 你們問他嗎 我有遇過一個故事是 我們也被歧視 但因為我們那邊的自然太差 我們被歧視 我真的就是被那個 可能一個黑人 就直接踹一腳這樣 那怎麼辦 對 然後我就說 就我會 那個中國功夫 我幫你揍變 其實我不會 我就是嚇嚇他 所以這一招真的是有用 其實有用 因為他們既然都會 一直歧視我們 那我們就用這一招去反擊 就是我會公布 對 他們都會覺得 就是亞洲人都會李小龍 他如果踢你一腳 你什麼都不能 對 你只要這樣 他就 他就怕了 哇啦 他就說 多點笑 水 太可怕了 這個像那個 外星球的 這個是什麼 這是我們的 圖書館 很特別 圖書館 對 這個有被全面啟動 就是之前那個 李奧娜都那個電影 他有選這個建築物 進去他們的特效 就是那時候 他們不是要攻堅一個堡壘嗎 就是這個 到那邊去拍攝 一模一樣的 等一下 我想問一下 同樣是公立學校 Santiago 因為 可能校友比較傑出 就有錢 回去缺錢 對啦 是要有加州辦 有 有地形 對 我剛剛就跟他們在聊 三女兒差一點變成你學妹 真的嗎 對 但是她是全額獎學金 對 怎麼樣 這個真的很 後來沒有 她去那個 紐約念那個 New York Visual Art 對 實力的 比較好的 但是 很貴 你這個不貴吧 這個 對 我們學費沒有很貴 就是因為 New Season 它是 學 quarter制 所以我們有分 春夏秋冬 要繳四次 但夏天是暑假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就是念三個學期 一個學期大概是 一萬一千美金左右 所以就是一整年大概 三萬三 一百萬台幣 那很便宜 對 但是如果 像比如說你女兒念Visual Art 可能一年就五百萬六百萬跑不掉了 差很多 而且是在紐約 對 開箱更貴 開箱更貴 都還沒有包含生活費 對啊 天啊 沒有那房子的租金 就要兩千多三千塊 對 紐約真的很貴 很可怕 學校旁邊就是海灘 對啊 可以 就是走路或是開車很快就可以到 然後這個 因為我們那邊的 太漂亮了 像這個我也沒有特別抓 就是有一個路人在騎腳踏車 我就隨便手機拍 這你拍的 手機就拍這麼好 對 是隨便拍的 所以真的是讓他們在那邊度假 對 真的 然後那邊可以衝浪 就是 因為浪 這邊的浪都很簡單 就是初學者在衝的 所以我們這種 剛去讀書的 租個衝浪碼就可以去衝這樣子 這種生活好羨慕 對啊 好不錯 真的很不錯 被譽為 長春藤學校之一 你看UC San Diego 還站在門口拍的 你剛好就是念那個 Engineering 對 我當時進去學校的時候 全美排名 我說Engineering的專項排名是16 但我畢業的時候變成第9 越來越好 所以因為你的關係 對 算是一個不錯的投資 對 就是有點像是買股票漲了一樣 對 然後但是因為我們是quarter制 所以其實我們的課程考試很緊湊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是一年兩個學期的話 那不就是其中其末 其中其末 對 如果四個學期不就是要 一直其中其末 起初其中其末 對 就一直在考試 然後可能放假的話 就是可能兩個quarter中間 就放一個禮拜 不像暑假寒假好幾個禮拜這樣 這個學校的學風怎麼樣 就說這個是不用讀書 這就拿學分 教授一過來 一罵妳妳就很好 對 學分就拿到 不是 這一邊是很自由的 妳們 我們其實選課也那些也都滿自由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學校比較nerdy一點 就是比較多 他們在講的書呆子 就是因為都是engineering 然後大家就是 理工男 對 理工男 就比較沒有 因為像我們學校可能 可能visual art 那類藝術創作類的 比較沒有那麼強 視覺藝術 對 所以說 就是 大家都是 就書呆子 就是在自己研究世界裡面 你在UC San Diego 有沒有交到女朋友 有耶 有啊 怎麼 什麼顏色 什麼顏色 沒有沒有也是 粉紅 瘦瘦瘦 也是亞洲人 亞洲 對 因為其實我們學校還滿妙的 就是 就你以為來美國就會發現 以為全部都是白人 但其實 我的同學大概70%是華人加印度人 真的 你們班上的同學 對 Engineering是這樣子 真的 對 如果你問凡星他們應該學校有很多 華人跟印度人 只要是Engineering類的 都是可能百分之七八十 都是亞洲人 所以像那邊 也都是講中文是OK的 對啊 但是上課是英文吧 上課是英文的 上課是英文的 當然一定英文的 老師也會講這個 對 你後來有到矽谷去當工程師 對 因為我後來就是有去上一些那種 軟體工程的課 因為我們學校很自由 你想要比如說我是機械工程 但是我要去學軟體 也OK 很容易就可以去學那些課 那這個學校給我們一些期許 好不好 如果我們想要去讀的話 我們要注意什麼 對啊 我覺得很好就是 因為學校也有停工衝浪課 而且它的氣候跟台灣很像 但是又不會下雨 是 所以就不會冷也不會下雨 像可能你看很多美劇 美國都下雨冰天雪地 我們都不會 我們都不會下雨 然後天氣很好 學費還行 就是沒有很貴 所以CP值也滿高的 所以也很好就是 對… OK 任何問題 對 對 對 但目前三處學校生的風格 我覺得都滿囧的 囧義 對 世界真的很大 跟他聊天可以感覺到 是一個理工男 對 對 就是偏無聊 工工整整的 工整 學校沒有提供大麻日嗎 沒有大麻日 但是路上都會有人在抽那個 要抽可以去他們學校抽 對啊 對 我們學校就是互通的 互通的 現在美國很多那個什麼 人 整個沒有 整個完全 跟腰在邊 它沒有辦法挺直起來 脊椎已經受傷了 他們就是受到這種毒品的傷害 喪失 你們有看過嗎 打什麼人 因為我看到大部分走在路上 都是長這樣 所以已經沒有感覺了 你們學校是喪失 我們學校學生很努力 可是在周邊 因為自然很差 這種很多 然後就是課藥的很多 所以就是 就是我後來都不敢搭公車 我都寧願跑步上學 因為我們那時候很窮 所以我們要住離學校很遠 所以我每天 其實那時候體力滿好 因為每天都少路上 很怕被追 而且對 晚上的時候 我們還要跑著送女生回家 因為女生很危險 所以我們就一群男生 送女生回家 不送 然後在自己就是 自己跑更快 對 自己拿出小刀 各種防身工具再回家 不能落單 你上課在訓練 下課也在訓練 對 然後我每天早上 當時就是窗戶一拉開 就看到毒品交易這樣 因為我住的對面就是一個 叫人民公園 人民公園就是有很多 毒品交易這樣 對 那時候為了省房租 因為你懂 就是我們加州的房租比較高 而且那一區已經變成 有點像觀光景點 就你開車去 你不要搖下車窗 你就慢慢開車去 你就看到 因為他們也沒辦法 沒有能力 他們就對折在那邊 對 我看網路上 對折在那邊 對折 請把你也對折 真的 一堆 路邊都是 網路上你可以看到有人說 一個旅行團 他就帶你開車去 繞那邊繞一圈 讓你錄影這樣 就那一區現在真的滿可怕的 那去你學校好像比較好 看來還是台灣 那是去我學校 你會有這種經歷過後 會沉上 有不同人生體驗 會更珍惜我們的環境這樣 OK OK 珊珊是念哪一個學校 英國 來 我們來到倫敦好不好 倫敦是一個悟督 因為有起悟所以浪漫 來 珊珊的這個國王學院 來 珊珊來帶我們到英國去了 當時怎麼會想到英國 因為我就很不喜歡美國 英國派的 對不對 我本身都想要念藝術相關科系 想要藝術就比較容易想到英國 英國 OK 這個倫敦國王學院 因為它名字聽起來就很霸氣 對 國王 為什麼叫國王學院 它其實是屬於倫敦大學體系的 我們包括倫敦大學本院 國王學院 然後也有馬力皇后學院 然後還有什麼皇家 Halloway學院 不太確定中文叫翻譯什麼 大概就是有一個體系 大概有十來間學校 那你這個是以藝術為主就對了 我們這間其實算綜合型大學吧 就是它有名的是 這麼不相關的 對 但是都是有名的 這個怎麼會一週只上課兩三天 這是不是浪費生命的 對 其他天都在幹嘛呢 對不對 我覺得好像英國的研究型的碩士 很多都是這樣子 然後就是可能一個禮拜 只上兩三天 然後可能去學校的時候 也就上課個兩三個小時 所以你在這裡讀Master 對 我中間碩士而已 那對啦 那這樣兩三天 研究生 你如果是大學生怎麼可能兩三天 研究所 大學部一定是四五天起跳 對啊 這個妳的宿舍啊 對 這間是我那時候住的 這麼漂亮 這個很像民宿的 很高級的 國外的宿舍好像大部分都是一個人一間 然後宿舍就有分 有的是那種 有蓄兒廚房的 有的是自己有自己私人廚房的 這個很棒啊 還有私人廚房這很了不起吧 你們還有私人廚房 這個一個月多少錢 一個月我那時候去好幾年前了 我大概畢業十幾年了 那個時候大概一個月 還要五萬多台幣吧 這麼貴 然後我覺得現在應該更貴 當然 當然 這個圖書館啊 對 這間圖書館就是 它外面就很像哥德斯的建築 可是它厲害 其實它裡面有一個很浮誇的 挑高的圓形的沖墊 有嗎 有嗎 這個 天啊 很漂亮 好像帕利波特裡面的場景 這個快好拍了啦 天啊 這間就是周董也有來 我們學校取過金 真的啊 MV嗎 對 MV就要這裡 陽光宅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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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怎麼樣 介紹一下圖書館 我們學校圖書館 也是開24小時的 所以進去裡面 真的讀書的氣氛還滿好的 然後這個校園就在市中心 去哪裡都超方便 你沒有 就是無圍牆校園對不對 對 我們學校的地點 應該是全英國最好的 我們每天上課都會經過 什麼倫敦演 然後大笨中 就在旁邊 這有名 隨時都在觀光 對 超級無疑市中心 都是打卡景點 可是就是 可是我們學校的缺點 就是它其實比較沒有校園感 因為它在倫敦的太太太市中心了 所以它就是地價太貴 對 我們學校是一棟一棟的建築物 就四散在各個倫敦的市中心 幾個地方這樣 四散的 然後沒有校園的 對 比如說醫學院系一棟 然後法學院一棟 然後藝術學院一棟這樣子 不像就是學校的大草原 分散開來 對 沒有那種大草坪 可是我覺得這其實也是 我們學校的優點 一提兩面 我覺得優點是 其實你很難去分辨 你在學校得到的資源 是學校給你的 還是倫敦那整個城市給你的 所以整個城市就是你的學校 對 有這種感覺 英國人有一種莫名其妙的驕傲 優越感 妳有沒有感受到 我覺得有 他們表面上 他們表面上會很有禮貌 會幫你開門幹嘛 沒有 他怎麼一副就是 他覺得他比較高尚這樣 我們學校就有發現 英國人他們自己會一圈 然後歐洲人自己一圈 然後亞洲人一圈 然後亞洲人跟歐洲人 是會互相交流 有沒有看到 真的 就是這樣 對 英國人就是跟英國人 還跟歐洲人分開 還是對 分得那麼細 我們在倫敦那邊 他跟你 但是因為我很敏銳 我就跟他講 我很生硬的英文 跟他講 他給了我 Sure 這樣我就知道有侵滅了 這是第一天對我的態度 後來經過幾天的相處 還有朋友周邊 我的朋友陸陸續續都來了 他們跟他交流 對我就感覺他們不一樣 講話的態度就變 對 你用小費長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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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恭畢敬 對不對 不能給他看不起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有沒有建議給我們想去讀 這個國王學院的同學 就假設你沒有想去美國念的話 英國當然是一個選項 我們學校當然比不上 比如說倫敦政經 或什麼牛津劍強那些 可是他相對 以在倫敦這個地點來講 算是滿好的學校 然後他又不會太難申請 像我覺得我應該今天 現場唯一一個學渣吧 怎麼說那麼客氣 我當時期一開始 我一開始期先申請了 八間英國的學校 結果沒有想到 全部都申請上 然後後來才 那是什麼學渣 對啊 根本在炫耀 所以還說自己是學渣 所以後來我才想說 那我如果是八間全上 我是不是可以再申請更好的學校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申請了小英的倫敦政經 然後還有我現在的這間 倫敦國王學院 然後後來就上了這一間 可是其實我的GPA就非常低 就我的在校成績很差 就以我當時的GPA 是完全沒辦法進這間學校的 我應該是當時全台灣吧 就用最低的GPA 沒錯 反正上了就上了 而且妳念這個學校 念得很開心的感覺 真的 從頭笑到尾 在學校裡面有獲得 什麼是讓妳覺得說 我一路走來總算是滑得來 我覺得真的影響我滿大 就讓我覺得 反正有那個想像 妳就有機會可以完成 對不對 想得到就走得到 妳敢想就可以 妳們都沒有念到 人家這麼厲害的學校 但是沒有關係 先了解 對不對 他山之石可以工作 人生也不見得是讀書一條路 就是完整的 萬班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嗎 不一樣 不一定 現在所有學生畢業了以後 想幹什麼 YouTuber 想當KOL 對 對不對 所以 條條道路通羅馬 好不好 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是 自己世界裡面的主人 比較重要 謝謝他們 謝謝